我希望輸出的時候 這個地方前面再加空白 那有點像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當然有一個邏輯 所以你第一個你要先知道這個程式邏輯大概需要什麼 那我剛剛講過啦 這裡的話如果你實在沒有更好的方法沒關係你就先寫那個兩個回圈 那再來就做精簡 這個地方我先 因為這個程式 其實以前在Java 在 其他 像Java裡面 甚至把它直接程式貼上改 因為 邏輯都一模一樣 只差異就一點點 那 這個地方的話如果Java裡面就沒辦法用剛剛那個精簡的方法 因為Java不支援那種乘以多少幾個信號這種輸出 那假設這個地方我的邏輯一定是第一個 總total數一定是13個 那第一次的話一個新 所以他total的話就兩個線箱 就是total加起來一定是13 所以可以用13去減 這個時候我的想法是我多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就一個A好了 那寫法這樣 其實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For i 等於 Range 1到13 這個固定的 那我多一個地方多什麼 多一個A的變數 A的變數呢 是由13去減 13減掉 I 如果I等於1的話 那就是12 那A就剛好12 所以我要輸出12個空白 那輸出12個空白最簡單的方法怎麼樣 就是我多一個 S啦 原來是空的 我去串接什麼 先輸出12個空白 當然你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加一個什麼空白 特別說 雙引號裡面加一個空白 乘上 A 意思就是說我要輸出幾個空白的意思 這剛剛有講過啦 所以我第一剛開始的話 先給他12個空白 有沒有 加在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 For i 是輸出什麼幾個星號 那一樣嘛 這個跟剛剛一樣 所以再輸出一個星號 到哪裡呢 到這個空白的後面 所以加起來第一次輸出 再加一個什麼呢 換行 所以這個換行一樣啦 放在這個後面 就第一行就輸出 那第二行 第二行就返回來了 i的話就變成2了 1 2 2的話呢 就是-2嘛 就是11個 所以這邊的話 變成11個空白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加2 就是1 到 這是2加 就3嘛 所以加12 跑兩次 輸出 底下 以此類推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當然這個還是可以再輕減啦 不過 我的習慣喔 有時候寫程式 多寫幾行的好處是 反正沒差嘛 因為 自己敘述喔 比較可以符合我的 這種邏輯啦 如果你要再精簡的話 有時候 反而一行裡面要解釋好幾個邏輯 相對的喔 會 比較不容易 而且反而也 有的時候反而比較容易出錯啦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所以第一個 這個 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 程式給寫出來 另外的話請各位再變化一下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也是一樣 再把它顛倒 顛倒應該怎麼倒 應該是這樣子倒 這樣子 這樣子倒喔 OK 好 先輸出13個 再輸出一個空白 十二個星號 對 然後再來兩個空白 然後 十一個星號 其實要顛倒的話 也沒 其實正向做得出來 反向就可以做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 A 跟I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 是用減的嘛 所以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其實只要改這個地方就可以 13嘛 到 0嘛 就是 就1嘛 然後呢這邊後面加一個 負1 那因為呢 13 減掉I 那等於0嘛 那就沒有空白 有沒有 所以A的話是決定幾個空白 那你把它執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有沒有 做出來的話 就剛好我們要的 所以其實正向做得出來 反向也可以做出來 主要 就修改什麼 這個地方 那這個我有把程式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這個是正向的 然後反向的話 我想各位再自己加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FOR回圈 那其實 FOR回圈在回圈裡面 相對壞回圈 有時候反而用到的機會 相對的還是多了一點點 好 好 FOR回圈 FOR回圈